台灣聲音記憶 關物鳥鳴 聽到關物這個地名 很多人心裡大概會湧上來一種浪漫的感覺 關雲賞物 這是多麼豐雅的事 而關物也真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週年雲霧飄渺 是台灣最適合觀賞雲霧的地區之一 所以也有人叫它雲的故鄉 關物位於台灣新竹縣武峰鄉 和苗栗縣泰安鄉的交界 屬於雪霸國家公園的範圍之內 1992年成立的雪霸公園 是台灣第五座國家公園 也是台灣中北部的高山形國家公園 園區內的地形錯綜複雜 景色變化多端 其中的山峰、溪流景觀更是雄偉壯觀 也同時蘊藏著豐富的動植物與人文資源 可以說是大自然的戶外教室 關物是雪霸國家公園 非常受遊客歡迎的一個景點 零像完整 鳥類資源豐富是關物最大的資產 台灣的愛鳥人士把這裡當成必須前往的中高海拔賞鳥地點 在關物可以看到各種台灣特有或是極為少見的流鳥 像是冠魚化眉、白生化眉、紅頭山雀、地質、蘭富賢等 古人說的好 鳥鳴山更幽 鳥類的叫聲讓山林顯得更加清幽寧靜 在關物可以看到的鳥類當中 地質是非常珍貴和稀有的 稚科的鳥類其實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雞 地質是台灣高山的特有種 通常生活在海拔1800公尺到2300公尺的森林裡 地質和一般的雞相同 並不會飛 但是卻非常擅長爬樹 牠們以野草的種子、嫩葉和昆蟲作為主食 由於生性積緊 數量又相當稀少 一般很難發現它的蹤跡 也因此 關物賞地質 成為許多台灣愛鳥人士必修的課程 關物除了適合賞鳥和觀賞雲海霧氣之外 景色壯觀的山林和清幽的環境 更是人們享受森林域的最佳場所 關物的森林域步道兩旁都是高大的樹木 走在步道上 看著淡淡的霧氣在山邊鳥繞 停著樹上悠揚婉轉的鳥鳴 人世間種種紛紛擾擾就此遠離 讓人找回心靈的平靜 作詞曲 李宗盛 喜大自鍊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alo puls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